观众朋友您好 欢迎来到新闻时事报 我是徐伟林 一起来看中国很多地方都爆发了老兵示威维权 政府加派军警镇压就引发冲突了 那么环球时报总编胡敬席对此发声 认为出现抗议的情况是很正常的 国家不必紧张 中国各地兴起的老兵维权事件 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在网上为此发声 他认为抗议很正常 还以自身的退伍经历 勉励大家要自己努力奋斗 本月19日 中国江苏正将超过百位推武军人 集体到市政府抗议维权 要求承治腐败 恢复军人编制和待遇 其间有老兵遭到殴打受伤 抗争活动因此扩大蔓延 对此 中国官媒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 在微博上发表意见 他说 这么大的社会出现个别抗议活动很正常 国家不必为这种事紧张 要相信公众的判断力 相信社会对抗议活动的承受力 胡锡进还呼吁政府要体恤抗议者 倾听他们的呼声 同时要坚持原则 公平公正 不让他们在压力下变形 此外 胡锡进还分享自己的退伍心路历程 勉励军人们 不能因为穿过几天军服 就把往后的人生际遇全托付给国家 国家在进步 不应该用今天军人的付转费 比照当年离开部队时的补偿 强调军队生涯保不了一辈子 得不停努力奋斗 以平常心像所有人一样面对百态人生 这才是老兵们应有的态度 新闻时事报整理报道 就好 再来 叫鬼 靓